音樂 無線的風扇外形時尚 無線吸塵機好像科幻片的激光槍 这个来自英国的家电品牌 产品外形向来吸收 除了外表看得 功能也都相当吸力 好像这个空气净化机 可以过滤空气中的污染物 好像花粉 细菌 超微粒 和工业排放的微粒等等 所以我们建设整个系统 不是只关于空气 或数据车 或测试 它说他们公司的产品 所掌握的就是汽流技术 而它手上的吸塵机 也是利用气旋来吸塵 所谓的气旋式吸塵 是指高速转动的摩达 会产生强劲的离心力 当垃圾随着空气 吸入吸塵机里面的时候 引起的气旋 会将灰尘和碎片 从空气中分离 再跌入集塵桶里面 吸塵机器用传统的塵袋 目的是想气流畅通 才可以做到他们所说的吸力永不减弱 就出传统框架的 亦有吸塵机上的透明集塵桶 因为很多人会想起来 你不想让它能够 transparent 但是原因是为我们发现 它们的透明是为人们可以看到 它是实际上的效果 他们可以看到 它们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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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的密度 里面的密度 里面的密度 这种辅助 是有信心 我们的客户里面 在那些工具 它们可以看到 它们的密度 每天都會用到的風筒或者造型器 原來都有一定的科技含金量 The technology within this is called the Coanda effect It's best described here where you have a high pressure jet of air that comes up and causes the air to circulate 過往塑造髮型一般都是透過熱力或者濕度 大高溫會令到頭髮造成損害 而濕髮乾了之後又不能保持髮型完整 不過原來利用強勁氣流 亦都可以做到想要的效果 馬達轉了髮卷之後 馬達高速運轉就會令髮卷上面頂部位置產生高壓 就會形成高速氣流 將部分濕髮放近髮卷 頭髮會沿著氣流 自動圍繞著髮卷旋轉 就好像有微風將頭髮吸斜一樣 多卷到想要的位置之後 再按鍵將頭髮吹乾冷卻 就可以做到卷曲的效果 The Coanda effect 無論是造型氣或吸塵機 在輕巧的機身製造出強大的氣流 關鍵都是入面的數碼馬達 在家電範圈之中 摩打和電池技術的配合已經相當成熟 公司亦都開始轉戰新業務 計劃於2020年推出首部自家研發的電動車 不少人都相信 被譽為家電界喬布司的創辦人James Dyson 將會為現有市場帶來新衝擊 攪一攪戰機做最後準備 戴上Fior眼鏡 比賽即將開始 2、1、GO! 英格蒙斯特丹一個無人機主題周 舉行世界錦標賽 吸引世界各地的無人機發燒友 用速度和技術一較高下 左穿右插 有參賽者投入到站起來 每場比賽都有4名參加者 他們都要配備一部細架得利 又可以飛到時速超過100公里的無人機 在競技場內鬥足4圈 還要克服一個又一個的障礙 綠色燈這一架就不多小心了 比賽創辦人說 最大的挑戰 是參賽者需要掌握3D影像 在大腦內瞬間組成的能力 你能夠擔心控制 你能夠成為一個很好的駕駛 但如果你不能反應 在那一大小的一大小 你會倒閉 所以你需要所有的技術 都需要有 一起去做 知道如何建造你的駕駛 如何做得更好 如何保持比賽 參賽者要看3D影像 操控無人機 而觀眾同樣可以從參賽者的角度 欣賞比賽 比賽最終由這一位 來自南韓的16歲新星奪得 我放了眼睛 然後 感覺到 好像 我飛機或飛機 在第一個人的視頻 感覺到 快速 15km 感覺到 很興奮 當我飛機或其他地方 今年越來越多人喜歡玩無人機 特別在亞洲和南美洲 主辦單位說 計畫之後 在世界級的運動場和經濟場 舉辦現場活動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旅客